年轻不养生 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即使电池没电了 我们也不要着急把它扔了 只需几秒钟时间 电池就可以再次恢复电力 继续利用起来 方法简单又实用 一起来看看吧 方法一 像平时一些电池没电了 我们就可以拿一把钳子过来 把电池放在钳子的两边来按压一会 这样按压一会之后 没电的电池就会再次恢复电力 虽然按压过后 里面剩余的电量不多 但是也是可以再用一段时间的 比如像一些燃气造里面打火的电池 玩具车里面的电池 这些电池按压了之后 就可以继续使用一段时间 有时候 在我们使用遥控器的时候 里面的电池没电了 我们也可以把它给按压一下 把里面的电量挤压在一起 这样不管是用来应急 还是再次利用 都是非常方便的 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如果家里没有钳子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剪刀来挤压一下 剪刀家家户户都有 我们只要利用剪刀的内侧 来按压一下电池 同样也可以让电池再次恢复电力 这样也不会破坏电池的结构 简简单单 只需要花上的几秒钟时间 电池瞬间就恢复电力了 方法也是比较实用的 有些朋友在挤压电池的时候 喜欢用牙齿来咬 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不建议用牙齿来咬 因为电池里面的一些元素 会对我们的牙面造成损伤 方法二 同样需要将电池取出放在桌面上 若是家中没有准备钳子 我们可以将两节电池 乘十字形重叠在一起 然后轻轻按压 会看见电池的表面凹进去一部分 之后再换位置按压 最后将两节电池在手心中 不断搓动几分钟即可 这时的电池就可以暂时恢复电量 真的很简单 当电池电量用完后 我们也不要扔掉了 还可以把它利用起来 它在我们的生活中 还有非常多的妙用 下面再来给大家介绍两个 关于废旧电池的巧妙用 妙用一 去除静电 在秋冬季节的时候 由于天气干燥 就特别容易发生静电的情况 比如我们在穿脱毛衣的时候 或者用手触碰门把手时 一不小心就会被静电给电到 虽然静电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伤害 但突然被电 也是很不舒服的 其实想要去除静电 我们就可以利用上废弃的旧电池 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拿个旧电池 然后在衣服 门把手上 或者一些其他容易产生静电的地方 用电池在表面摩擦一下 这样就将静电消除了 我们在用手去触摸时 就不用担心 再被静电给电到了 其实这是因为电池的正负极能 与机具的静电短路 二者正好抵消 这样就达到了消除静电的作用了 妙用二 充当触屏笔 手机我们使用的非常频繁 很多时候 我们也需要使用触屏笔来操作手机 比如一些女性朋友 刚做好的美甲 不方便触碰手机 也有时候 我们戴着手套做家务 或者天气寒冷时 戴着手套保暖 这个时候需要刷手机 就要将手套取下来 非常的麻烦 其实费旧的电池 我们就可以将它充当触屏笔来使用 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电池的负极 在手机的屏幕上滑动一下 它就可以充当触屏笔来使用了 用它来操作手机和我们的手指一样好用 也是非常的灵敏 不管是打字还是刷视频都可以 而且电池的负极视频的 我们也不用担心 它会刮花手机的屏幕 每个月收到电费单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总会感叹一声 怎么又涨了 我明明没有用那么多电啊 其实 家里有一个偷电贼 他一天到晚 在偷偷吞噬我们的电力 让我们的电费节节攀升 这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视顶盒 大家可能觉得不可思议 一个小小的机顶盒 怎么会比空调还耗电呢 其实这是因为机顶盒有一个很大的隐患 那就是待机功率非常高 也就是说 当我们用遥控器关闭电视后 机顶盒并没有真正关闭 而是处于待机状态 仍然在消耗电能 而且 机顶盒待机和正常运转 所耗电量相差无几 这就意味着 我们每天看完电视后 如果不把机顶盒上的开关关闭 就相当于让它一直开着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非常简单 只需关上电视顶盒上的开关 或购买一个带有开关的插座 当我们不使用家用电器的时候 关上电源开关就可以了 这样 就能完全切断机顶盒的供电 从而节省大量的电费 当然 不只是机顶盒 我们家中有许多家用电器 这些家用电器 都处于待机的情况下 需要用到一些电量 现在 我来告诉大家 几个节约用电的方法 家里电器多了 用电量也在蹭蹭往上涨 收好这份省电小技巧 1. 空调 省电技巧 1. 不要把空调撞在阳光 直接照射的地方 而应选择在阴凉位置 2. 定期清洁空调滤网 3. 夏季把空调 设置在26摄氏度 既能让人感觉凉爽 还不会太冷 也不易感冒 而我们在使用空调时 一定要学会使用睡眠模式 在室内温度 到达设定温度 或已经运转一小时 设定温度将自动升高一摄氏度 然后空调再运转一小时后 再升高一摄氏度 当运转总时间达8小时后 将停止运转 在8小时内 共升高2摄氏度 特别是晚上使用睡眠模式 每个月至少可以省20到30度 而且还不会感觉冷 空调不为人知的七个小秘密 1.设定恒温 开机时 将空调设置到高冷状态 以最快速度达到降温目的 当温度是仪时 我们再调整26度 26度是普遍公认的人体最舒适的温度 如果再低几度 就会感觉到凉意 而且夏天开了空调以后 室内外存在温差 低于26度的温度 会让人体面对的温差更大 会让人的身体调节能力下降 免疫力降低 更容易患病 2.风向朝上更致冷 很多人在开空调时 都喜欢风口朝下吹 其实冷空气是向下走的 而热空气是向上走的 所以想要制冷时 最好把空调风向朝上 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 这样不仅能够快速降温 还能避免冷风直吹 导致的头疼感冒等 3.不要频繁开关空调 很多人在短暂外出时 为了省电 都会关掉空调 等回家后再重新启动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观念 开一会 关一会 这样操作 更容易造成空调的损坏 而且短暂地关闭空调 不仅不会省电 反而会很费电 空调在刚开始启动降温的阶段 耗电功率是非常高的 因此 如果外出时间在一小时以内 不要关闭空调会比较省电 还可以延长空调的使用寿命 如果想要更省电的话 建议外出时 可以把设定温度 上调至28或29度 等回来后再逐渐降温 4.出风口放一盆水 空调会将室内水分 抽走至使空气变干燥 这时 扣鼻 眼睛很容易变得干涩 酸胀 不妨在空调的出风口放盆水 能有效缓解肝炎症状 5.空调房最好侧着睡 夏天有些人早晨起来 会感觉口干 特别是睡在空调房里 在空调房里睡觉时 最好减少平握张口呼吸的时间 不妨改成侧着身体睡 避免上呼吸道的精液过多散发 6.先开空调后关窗 室内降温通风时 应该先开空调后关窗 等刚开空调时 空调里面的污染物释放以后 再关闭门窗 7.三个时间要开窗通风 开空调后一般都会门窗紧闭 不过一定要在三个时间点通风换气 通风换气时间 最好在上午9点到11点 下午1点到4点 或者晚上7点到10点 2.冰箱 省电技巧 1.冷冻时上至的冰箱 比双开门冰箱 节省电力10%至15% 2.不要紧靠墙放置冰箱 而是使冰箱与墙之间 保持15厘米的距离 这样有利冷却机组的热量散发 3.不要把冰箱温度调得太低 冷藏室推荐的温度是 2.7摄氏度至4.4摄氏度 冷冻时的温度是零下15摄氏度 4.如果有单独的冷冻时 用于长期储存食品 它的温度最好保持在零下17摄氏度 5.定期除霜 结霜厚度不宜超过一厘米 6.确定冰箱门密封良好 可用一张纸做实验 把它一半关在冰箱外 一半夹在冰箱内 如果能轻易地将纸抽出来 那就需要调整碰锁和更换密封条 同时冰箱最好别空置 空置的冰箱 比放满东西的冰箱 需要耗费更多的电力来制冷 当冰箱东西过少时 不妨在里面放几瓶水 当然食物如果放得太满 也会影响冰箱内的空气流通 食物一变坏 另外食物没冷却 就直接放入冰箱 会迫使冰箱消耗更多的电力来制冷 因此建议热的食物自然冷却后 再放入冰箱来降低能耗 3.洗衣机 省电技巧 1.不要一次洗太少的衣服 待洗衣物达到洗衣机处理 粮食一同清洗 通常5公斤左右 2.洗衣物数量不够洗衣机处理量时 选择洗衣机的半复合程序 来减少用电 3.推荐购买滚筒洗衣机 滚筒洗衣机 较至波轮式洗衣机 解水三分之一 省电最少六分之一 4.热水器 省电技巧 燃气热水器比电热水器更节能 热水器的最理想容量是20到25升 当不使用时 关闭热水器开关 安装低流量的淋浴头 以淋浴代替盆浴泡澡 5.电磁炉 省电技巧 1.选用锅底与电磁炉面 差不多宽的平底锅 让火力均衡地集中在锅底上 2.在电磁炉刚刚开启时 用大火快速升温后 再将火力调低更省电 3.食物加热时 尽量将其分解成小块或细条 4.食物煮到8分熟 就可以拔下电源 利用余温煮熟食物 此外 电磁炉使用完后 关机不拔电源 则进入待机状态 长时间的待机 会导致电磁炉严重的睡眠不足 从而导致电磁炉寿命减少 耗电增加 所以用完电磁炉 一定记得要拔掉电源 6.电扇 夏季有些老年人吹空调后会不舒服 更喜欢用电扇降温 因为空调主要是降温 而电风扇则是通风 而且电扇更省电易清洁 省电技巧 1.使用时最好将风扇放在门窗旁边 这样便于空气流通 提高降温效果 减少耗电量 2.刚启动风扇时 最好先用快档位 等到转速正常后再调节档位 统计显示就同一台电风扇而言 最快档与最慢档的耗电量 相差约40% 3.经常清理电风扇 使它处于清洁的状态 也有利于节能 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小细节 手机充完电后 记得拔下充电器插头 否则充电器会源源不断地消耗电能 没想到吧 下半年的第一个月 大家的电费账单情况如何 有没有被眼前的电费账 当给惊掉下巴呢 当交电费的那一刻 是不是心里哆嗦了一下呢 只要学会了以上技巧 相信大家都能在节电这条路上 走得更加顺畅 每个人从自身做起 节约一点点 共创美好绿色生活 赶快学起来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